好先讲前阵子因为我娘住院关系就没有攻略 这次的从者推荐指南也脱根了几天 不过放心老话一句卡池还在就不算迟到 考量到周年和泳装有许多的从者我会放一起 所以这次就只有八犬传的曲庭马琴和袁维昭了 继葛世北斋子师部青少纳妍等人后 又一个日本艺术文学相关从者时装 就如从马修所说果不其然的又是女性 虽然游戏中用了因为曲庭马琴晚年失明 李健八犬传由媳妇阿璐写下 所以是用阿璐的外表现身 但真正的原因大家都懂 由于身为文人在五星赖打中 ATK倒数第二只赢过媒妇 绿卡呢3Hits和兰卡一样 导致绿卡NP回收不佳 而且还有两张 到底 一记名权自信代表这个名字表达了你的展现本性 有着自冲30群冲10和给15星 有点小可惜啦 毕竟小猩猩都能给到群冲20 大方一点我是觉得没啥关系 二记的人意八行则是捏他了曲庭马琴的名作 李健八犬传 给了八种buff呢你怕不怕 不准怕就是了 这就是乍看很猛实则不怎样的代表 真的在周回有用的只有那个兰卡和保卫20% 而且因为数量多 所以倍率或者是次数都不高 唯一特别的就是 这招可以放在队友身上 所以如果某些高难的花式 马琴呢是可以当一个优秀的buff机或是特殊姐 三记细作三昧 则是标准蓝魔放再送你一个 蓝卡打人时候全队攻击力提升5% 即便宝具三连加上两张蓝卡 也不过只有25%而已 很微妙的数字 不是说不能用 只是就觉得可以再高一点 宝剑的南原李健八犬传 有着魔性和二双特攻 不过魔性是特攻状态 而且只有30% 对二的效果才会跟着OC提升 然后再给八颗星星 欸不是呐 八犬传就一定要八颗呐 你给个十八颗比较有用吧 比较可惜的是二属性最多的 在Assassin刚好逆克值 Caster目前有六个可以触发特攻 若还要加上魔性跟红字伤害的话 就只有树九吞 雌木童子跟红叶三个人 呃恐龙 和同样AOE藍卡光炮的小文西 或者是500比较的话 宝具伤害在伯仲之间 若是有特攻的话 就绝对是马琴的表现比较优异 双特攻更是可以打出近两倍的伤害 虽然说目标不多 特攻伤害交换的是NP回收比较差 以同样的配置来看 假设500能回收到67% 小文西含缓冲是87 马琴则是66 一般的周回 如果你愿意给个50NP起爆的礼装 不是太大问题 相较周回来说 其实我觉得马琴优势在一些高能的关卡 自带弱体无效和回避保命 攻击力和色卡不足的缺点 也能靠广范围的双特攻弥补 甚至是当一个功能性的buff机 不然纯周回上 你用8倍喵卡洗带对不对 整体评价3颗星 同活动后半的PU 在二支6.5思想险仙监狱先登场的圆维招 又 又一台很帅的机器人 后来我翻了一下伴舞的资料 它是用金石那种黄金熊熊号技术做出来的战斗机器人 只是后来日本的妖魔鬼怪减少就没有被拿去实战 一直到后来才被解封 ATK仅次于超人额里翁排名Archer第二 单就伤害面很值得期待 配牌也是稳妥平均型的BBAAQ 攻击模组就 很帅 真低很帅 一记的正希巴郎最高水准的50%红放还给到了三次 非常的凶狠即便没有双砂弧也能确保三次的宝具都有效果 暴击威力上升就当送的吧 毕竟现在红卡队没有太缺 二记不屈的攻射 有一次的毅力和毅力发动的宝威提升 弱体解除跟自冲30 防御面十足高难有用平常就当自冲就好 三记的机械攻速 避重宝威上升和缓冲10%全都5回合 虽然换来的是CD较长 宝威叠加的方式是每回合增加20% 一旦开了宝具就会归零重祭 换句话说 账面上都不开宝具的话 最多你可以叠五回合达到100%的宝威 但实战面上不太可能也不太实际 周回就当作一个20宝威即可 或者是Wave 2交给别的从者 自己在Wave 3就有40%的宝威 宝具的轰尘工章月是难得的无敌贯通加防御无事 这种高难里面最吃香的组合 全体宝具现阶段只有一吹原版杀身院两个人 最多你加上个可以帮上buff的谜语人侦探 因应原点的故事在水边还能额外拿个红放 就当Omaki吧 毕竟你也不可能真为了这个效果 塞之气而获得张角入队是吧 秩序特攻能打的箭值还不少 差不多有一半 整体看起来高难优秀 有泛用特攻 有30自冲 周回也能组双湖奥伯龙体系 那为什么好像没什么听到有人用呢? 简单讲啦 就是Archer竞争太激烈 先不论全部的红卡光炮都保解过 还有两个50充 论火力也有几乎全从者通杀的金闪 和天地特攻的特斯拉 非从者以外更是伊斯塔的天下 无敌贯通加防御无事 也有拿破仑可以上 导致袁维招现阶段没有什么非他不可的场面 什么? 你说我刚刚是不是有漏掉哪个红卡光炮? 诶,错觉,一定是错觉 如果你手上没有30充以上的红卡空光炮 袁维招算是一个不错的解 抽起来可以补动 相对来讲 要是你有除了某人以外的任意从者 基本上袁维招是可以跳过的 毕竟周回上没什么差别 推荐指数一样是三颗星 结论来讲 这次的两位从者比起传统的周回体系 在高男的表现会更优异一点 只是有没有必要为了这个 一年你可能打不到十几次的高男 特别抽起来就 见仁见智吧 毕竟五六月很快就有情怀点满的月姬 地球公主 鬼神周回能力的泳装衣锤 还有新的蓝绿双服 没有特别想贪的人就忍一忍吧 OK 我是D.A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有什么想法都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